因为今天是7月份了 所以呢我觉得天气比较热了 可以发绿豆芽 你所需要的工具都很简单 这个绿豆 这个带孔的盆 这是我准备那个纸 撕下来 然后搁到这个盆里面 到时候豆子洗完了以后 我们搁到这个豆子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轻轻发芽 我在盆里面倒了一些绿豆 然后呢装点水我们要洗一下 这是洗干净了以后的样子 这有一个小豆子 它有一半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它不会长得豆芽的 就这样放着 我们四个小时以后再开始 把它放到刚才的那个器皿里面 开始发豆芽 我们四个小时以后再见 这是泡了将近快六个小时的时间 本来是想泡四个小时 可能刚才因为去做炒蒜苔 所以就把时间给忘记了 没有关系 反正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现在你可以看到 豆子已经开始有点膨胀了 我们现在把它整盆的水 倒在里面 这样的水都没了 就剩下豆子了 尽量呢把豆子都斩平 不要让它们落起来 但是偶尔里有一点点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整块一块布 可以把这样子的多余的纸呢把它盖上 把那个豆子都盖上 这个绿豆千万不能剪光 然后盖一个厚一点的布 这个是那种毛巾就可以 最好是深颜色一点的 可以挡住那个光线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已经用冷水冲过了 这个喷 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 然后 早晚换一次水 换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毛巾 再用水再洗一下拧干 然后豆子冲下水 明天早上起来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最好是放在家里面透风 然后比较暗的地方 你把它放在桌子底下 然后一会我去关灯 就天就黑了 明天早上再见 大家早 现在是凌晨7点钟 我们来看一看昨天的豆子 过了12个小时 看已经开始有长芽了 好可爱啊 现在天气比较热 20多度 所以它长得非常快 现在我们给它洗洗澡 用水蒸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毛巾洗一下 都是冷水 不用热水 把毛巾拧干就行了 这个喷 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 过了7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看 长得怎么样了 更多的小芽长出来了 你看还有的 这么长的芽了 现在我们按早上的方法 给豆子冲一遍 然后把毛巾洗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想给大家展示一张看 找的第一个小的根银 看出头了 我们晚上再见 现在呢 是第二天到晚上7点多 我们来看看 豆豆长得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哈 更多的豆子长出芽来了 而且那个芽 已经开始 又长得很长很粗了 一会儿呢 我要给他们洗个澡 所以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水里面沖一下 把所有地方都沖一遍 沖完了以后 就这样像这样盖上 盖完了以后呢 同样的把毛巾洗一下 然后敷上就好了 明天早上起来 我再给大家演示 看看它长成什么样子了 好 等我洗完澡 让它睡觉哦 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 8点钟 刚才给豆子换了水了 你看到那个芽 又粗又长 白白的 很漂亮 把它都盖上 然后放一块毛巾 它盖住 就这样就可以了 长出的新的更多的芽 现在是第三天的7点半 我们来看一眼 豆子长得怎么样了 我刚才之前已经换过水了 就冲了一下水 有长有短 挑了一个比较长的 如果你现在吃的话 就可以吃了 这些都可以没有问题 如果长有短 你看这个就是 因为它们长的时间是不同的 那这个就是短短 这个它的根刚刚出来 现在啊 豆子不能够见光 一见光以后 它就会发红 然后你吃起来 就会发苦 盖住就好了 整个豆子都盖住 今天要拿冷水洗一下 然后把它拧干 一定要拧得非常非常干 就有点 稍微有点潮湿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大家早 今天是第四天的 早上7点 一下啊 这有两颗豆子 然后这个呢 是没有见过阳光的 颜色是黄的 它这个是见了阳光的 就是发红颜色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布 盖得盐一点 然后你看到它们这儿 细细的都是根部 这是根对 根给你们吃 现在呢 你都可以吃的 再长一长老了的时候 这个 这点长了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把根去了 只吃这一部分 就可以了 看它们已经长出叶子来了 是不是很可爱 这样子站起来了 说明它长大了 然后你看它的根底下 有长有短的 好 我们下午再见 现在是第四天的晚上8点 就已经很长了 基本上我觉得明天都可以吃了 好明天早再见 大家早 今天是第五天的上午8点钟 然后可以看一下 明显的它们都长高了 你看豆子已经跟盆差不多一边高了 你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把这儿就这样去掉 好 剩下的地方你都可以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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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